我是一只喜欢迪迪乐的网红水屯 却意外穿成被全网黑的十八线胡咖 经纪人趁热打铁把我塞进一档荒野求生真人直播秀 那没事了,继续摆就行 结果,我凭借超然度外的佛系爆红全网 一开始叫嚷着让我滚出娱乐圈的观众 他给我一种死了就死了,没死就活着的感觉 原本巨人于千里之外的青龙影帝发闻嘚瑟 他离了我连路都不想走 除了在一起,还能怎么办呢 网友,你还有两副面孔呢 圣代,这次你可得把握机会 多往宋志恒身边蹭,听到了没 飞红也是红,总比虎好 好不容易有个求生综艺找你 别又搞黄了 我看着眼前喋喋不休的伴恋女人 一脸迷茫 脑子里脱如其来的记忆让我有些无所适从 我是一只网红水屯 平时喜欢玩喋喋乐 偶尔骑骑蹄虎,踩踩鳄鱼 大家都很喜欢我 亲切的称呼我为卡皮巴拉 原本以为躺着就能被投喂的好日子能一直持续下去 结果我被鳄鱼好兄弟咬死了 不就是多在他身上站了两分钟吗 有必要 不过死了就死了,无所谓 结果我穿成了一个被拳往黑的18线小狐咖 圣代 刚出道内会,大家喜欢他的颜值 但是进组之后就被传出耍小牌 针对同组演员 后来那不去所有人都升咖了 只有圆主胡的穿心,一直被追着骂 真爱粉没几个,全是黑粉 前两天还在红毯上蹭热度 摔到了影帝宋志恒身上 他的粉丝战斗力是圈里公认的强 可想而知,圆主出圈了 不过是被骂出圈的 经纪人趁热打铁给我接了一档荒野求生直播真人秀 片酬非常丰厚 我打断了他,悠悠开口 飞去不可忙,人红是非多 我当网红代会只是咬了一下范剑科基的屁股 就他防了 饲养员苦口婆心地劝我 卡皮巴拉你现在是真的火了 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不要让人以为你是多坏的臀 你不知道有多少眼睛盯着你出错 我知道你是很真性情的臀 也希望你能保持这份直率 但你更要严格要求自己 谨言慎行,起到臀的表率作用 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连水臀都能塌房 更何况是人呢 经纪人愣了一下 随即双手插腰,眉毛竖了起来 你都胡多久了 必须去 我,行吧 反正荒野求生,继续摆就行 我相信动物朋友们不会为难我的 虽然我被咬死了 但我依旧相信他们 我一上节目组的大巴车 原本热闹的氛围瞬间没了 车上有四个人 分别是三斤影后陈楚秋 实力派歌手周刘远 当红男鼎刘江燕 还有曾经踩着原主生他的柳瑶瑶 当初在剧组里耍大牌的是他 针对原主的是他 抹黑原主的,还是他 只不过背后有金主护着 原主也只能咽下这口恶气 结果他不仅买通告黑原主 还亲自下场阴阳带节奏 彻底把原主的资源给断了 他自己倒是混成了二线女星 资源接到手软 唉,娱乐圈真复杂 曾经我的饲养员 就是个追星女孩 天天对着我妈对家的明星 我一动不动 眼睛都不眨一下 他恨铁不成钢 真是对牛弹琴 我不理解 他难道指望我跟他一起骂 还有,我是水豚 不是牛 柳瑶瑶勾起激讽的笑 某些人还敢来呢 还想蹭松影帝热度 真是分不清自己几斤几两了是吧 还敢抛头露面 你脸皮也是够厚的 现在没有摄像头 他自然口无遮拦 江燕促和着他 瑶瑶,别跟这种人动起 胡咔就是胡咔 上节目也是上感的挨骂 他看我的眼神 带着深深的嫌恶 像看到某种晦气东西一样 而看向柳瑶瑶时 却满眼的柔情 柳瑶瑶很满意他的追捧 脸上露出一抹驱傲的笑 也是,他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 盛代,实在混不下去 就来做我的保姆吧 一个月五千 够你花好久了吧 他眼里闪烁着 毫不掩饰的恶意和嘲讽 陈楚秋皱了皱眉头 诞生道 大家都是嘉宾 没必要这么针锋相对 周刘远正碧眼假妹 听到他的声音后 缓缓睁开了眼 怎么一直有苍蝇在耳边乱叫 我觉都睡不好 柳瑶瑶脸上顿时笑意全无 表情变得极度难看 但也不敢再开口 因为周刘远在华语乐坛经久不衰 每首歌都能成为经典 再没眼力见的人 也不敢出他眉头 江燕尴尬地笑了笑 前辈们说得对 他低声安抚了柳瑶瑶几句 他总算又喜笑颜开了 终于清静了 我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一路上没发出一点声音 坐姿端正 连动都没动一下 陈楚秋没忍住戳了戳我 眼里带着一丝清澈的探究 我顺势倒了下来 头砸在窗户上 周刘远到了拍摄地点之后 我发现还有一个嘉宾 宋志恒 怪不得能给原主递橄榄枝 原来是节目组搞的噱头 把几个正主聚在一起 这可是巨大的流量 宋志恒面容清俊精致 每个角度都像是上帝的精心雕刻 楼光带着一丝冰冷 大家依次介绍自己 镜头面前 柳瑶瑶瞬间换了一副面孔 俨然凌家纯洁小白花的样子 大家好 我叫柳瑶瑶 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弹幕滚得飞快 啊 我女儿好漂亮 瑶瑶人美心善 有些无底线的胡咔学学吧 楼上 瑶瑶可不是谁都能碰瓷的 希望某人识相点 自己滚出娱乐圈 笑死 这节目组是搞事情啊 把他们聚在一起 这下有看到咯 镜头到我的时候 弹幕就更多了 只不过全是骂我的 大家好 我叫圣代 圣代多好吃 你真是侮辱了这名字 以后再也不买圣代 抵制他代言的一切东西 楼上 这个胡咔可没有代言 谁敢找他啊 不要命啊 胡咔还敢碰瓷送影帝 真是不想混了 趁早退圈吧 请某些爱蹭又不红 还耍小牌的胡表 滚出娱乐圈 节目组为了流量 真是什么人都请啊 导演看着弹幕 笑得意味深长 他搓了搓手宣布规则 这次荒野求生 围期一个星期 男女搭配两人一组 最后人气最高的组获胜 观众给心仪的组投票 每日票数最高的组 可以获得空头 其余两组 则需要自己寻找食物 说完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抓究 不知道是节目组 故意的还是意外 我抽中了宋志恒 而柳瑶瑶和江燕一组 陈楚秋和周刘远一组 弹幕直接炸了 节目组是圣表亲爹吗 还让他吸送影帝的血 暗箱操作真没意思 本来笨得宋志恒来的 这下看不下去了 再见 宋志恒好可怜啊 肯定恶心死了吧 宋志恒眉头微醋一瞬 一脸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 柳瑶瑶见我和宋志恒一组 脸上的笑容几乎快要维持不住 黛黛 你和影帝真有缘分啊 红毯上他英雄就美了呢 他故意提这茬 就是想引导宋志恒的粉丝攻击我 确实 弹幕几乎快挡满整个屏幕了 不用看就知道全是骂我的 其实原主那天是因为滴血糖晕倒 不是故意蹭热度 但是没人相信他 宋志恒凉凉的看了柳瑶瑶一眼 只是顺手扶了一下 你似乎想的有点多 柳瑶瑶笑意将在嘴角 指尖掐尽掌心 才不至于失态 幸好江燕过来解围 把他叫走了 我怎么感觉 刚刚柳瑶瑶的眼神 像是要把圣带吃掉一样啊 好可怕 楼上圣带给你多少钱 黑瑶瑶这钱都赚 就是 瑶瑶已经很大度了 当初他们一个剧组 别忘了圣表是怎么欺负瑶瑶的 瑶瑶还是太礼貌了 是我直接开骂了 看得出来 宋志恒非常不想跟我扯上关系 他一副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样子 丝毫没有跟我说话的意图 我默默跟在他后面 找到了一个勉强能容身的洞穴 他指了指里面的位置 嗓音冷淡 你睡那里 我呆呆地看着他 开始卸装备 离我一条 对角线那么远 笑死了 看得出来宋影帝是非常不喜欢圣表了 呃 随便谁都好 为什么偏偏是圣表啊 我不会给这一组投票的 哪怕他是我强头 楼上嘉一 宋志恒 妈妈下次再不及你 你这次就自力更生吧 嘉一 圣表还站在那里看什么 难道还指望横宝帮他收拾 要点脸行吗 敢拖横宝后腿 还有几个吗 唉 好怀念我的饲养员和游客 为什么变成人还要自力更生 好累 我不情不愿地卸装备 收拾完之后 走出洞口 发现宋志恒正在尝试抓一只山鸡 横宝是怎么做到一脸清冷地抓山鸡的 笑发财了 虽然但是 他的动作好僵硬 山鸡像是在耍他玩一样 楼上 给咱送影帝留点面子 他已经很努力了 圣表呢 他就刚看着 不帮忙 等着吃县城的 真的好厌恶这种巨鹰 都来参加求生综艺了 还等着别人伺候他 我没有帮忙 因为我也抓不到 于是我去了河边 好清澈的水 我好喜欢 几乎没有思考 我就泡进了河里 开始放空自己 不是 他这是干什么 不要太离谱 节目组怎么会请这种人来啊 宋志恒也过来了 他看到我的时候 表情不是很好 估计是没抓到山鸡 太尴尬了 你在这干什么 我 泡澡 他气笑了 语气带着一丝荒唐 我们是一组的 劳烦你有点团队意识 我们晚饭还没着落 我思考了两秒 缓缓开口 等一下 宋志恒 我把头埋进了水里 一动不动 几秒过后 我猛地伸手 徒手抓住了一条又肥又大的鱼 宋志恒 他徒手抓到了一条鱼 之前是我太大声了 我道歉 这姐有点东西的 不就一条鱼 巧合罢了 有本事多抓几条啊 就是 他要是不是碰巧 我头给他当球踢 把鱼扔给宋志恒后 我又开始浮水 紧接着 岸上被我扔了一条又一条肥鱼 他们甚至还不甘地在草地上蹦跌 但木目瞪口呆 不是 他真抓呀 我承认我狗叫的声音有些大了 好啦 那位网友把头摘下来吧 咱再解要在水里玩球了 抓两条鱼就让你们夸成这样 又看new up noknobb 宋志恒表情像是有些怀疑人生 我慢吞吞地开口 还要吗 他轻渴两声 立马恢复镇定 够我们吃了 既然是你抓 那我来烤吧 我眼睛亮了一瞬 看他的眼神像是在看大恩人 谢谢你 能吃现成的 实在是太好了 他正愣一瞬 脱唇清敏 拿外套兜着鱼扭头离开了 而我眯了眯一眼 美滋滋地继续享受日光雨 晚上 我们围着篝火 宋志恒专注的烤鱼 而我专注的看他烤鱼 顺带擦口水 气氛沉默 却又诡异的和谐 这一组不熟吗 楼上 别忘了圣表碰瓷送影帝 能熟才怪呢 奔着横宝来的 结果这么无聊 走了 还不如去看陈楚秋和周刘远斗嘴 他俩莫名有些甜 嘿嘿 我也走了 看到某人就烦 此时我们的直播间人数是最少的 今晚人气投票结算 不用看就知道是垫底 看来这几天与空头绝缘了 还得自己动手找吃的 刚想叹气 口水就流出来了 宋志恒嫌弃的看了我一眼 递给我一串外焦灵嫩的肥鱼 声音冷淡依旧 口水擦擦 开放了 我眼神精亮 刚想咬下去 一个矫尖的黑影 从我眼前挡得荡过去 再一睁眼 烤鱼没了 弹幕又开始热闹起来 刚刚飞过去的是什么东西 别吓我 节目组发文说 为了增加体验感 会放一些训养过的动物 包括老虎 鳄鱼等大型动物 为了拍出嘉宾的真实反应 他们都不知道 太会玩了 我喜欢 所以刚刚那个黑影是什么 我仰头往树上看 那个矫健的黑影 原来是一只猴子 它正拿着战利品 在我头顶上耀武扬威 我眼睁睁地看着它 吃着我的烤鱼 眼里的光黯淡了下去 沉浸在悲伤中 丝毫没看见宋志恒看着我 唇角勾起了浅浅的弧度 我转过头 发动我的绝杀 装可怜 每次我盯着游客的时候 他们就会捂着心口 给我喂食 我如法炮制 直勾勾地盯着宋志恒 希望他能大发善心 结果他看都没看我一眼 又雅斯文地吃完了一整条烤鱼 笑死 盛代有点惨 烤鱼被猴子抢了 只能干看着别人吃 为什么我会有种 给他喂食的冲动 明明我是讨厌他的啊 楼上加一 我的眼神从期待到失望 最后绝望 宋志恒不慌不忙地擦了擦嘴 看见低下头的我 莫名笑了起来 行了 将他的五官映衬得越发深邃迷人 这一刻 他是我的盖世英雄 我当即单膝下跪 捂着心口 你 是我的神 我知道这个动作是对偶像的崇拜 因为饲养员经常带着我一起看电视 宋志恒身形僵住 他笑不出来了 你在干什么 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 他无语 表达得很好 下回不许了 哦 我坐了回去 目光灼灼地盯着他手上的烤鱼 他递给我的那一瞬间 猴子叙事待发 但我技高一筹 一把抓过外套盖在头上 狠狠塞进嘴里 烫烫烫 但好好吃 别挠我头 烫烫烫 我要笑死了 这只猴子怎么只好圣诞啊 怎么感觉有点可爱 不确定再看看 宋影帝那是什么眼神 他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清冷的面容 在越动的火光下越发柔和 眸光微微晃动 我们这一组 果然是投票最低的一组 第一是陈楚秋和周刘远 寻找食物的路上 我和宋志恒碰到了他们这一组 他们拿着一串香蕉 和一袋盘盘小面包 甚至还有泡面 陈楚秋跟我打个招呼 好巧啊 我盯着周刘远手上的泡面 开始分泌口水 饲养员经常吃这玩意 一看就很好吃 我可怜巴巴地看着他 能给我们一盒吗 我拿鱼跟你 话还没说完 就被宋志恒扯得后领拖走了 他面无表情 想吃我给你找 不知道节目组的空头 是不能给别人的 我瞬间粘了下来 任由他拖着走 因此错过了陈楚秋和周刘远 意味深长的表情 弹幕此刻疯狂滚平 太可怜了 待待明天吃不到泡面 我会伤心的 OK 都给我投 给你给你 我的票都给你 年纪大了 看不得这些 没人觉得 横宝看他的眼神不清白吗 有点好磕是怎么回事 楼上别太邪门 什么CP都敢磕 不要命了 虽然还有很多骂我的 但是不知不觉间 我的风平开始扭转 日落西山 忙活了一天的宋师傅 分文不正 空手而归 我缓缓叹了口气 独自朝着河边走去 看着人高马大的小伙子 没想到 还没有我饲养员靠谱 他不声不响的 跟在我身后 摸了摸鼻尖 眼里闪过一丝尴尬 笑死 这个家没带的不行 让你放大话 现在尴尬了吧 谁说没带东西 他带回来了 荒岛最新鲜的空气啊 您笑你 晚上那只猴子又来了 我主动递给了他半只烤鱼 猴哥 吃吧 你也不容易 他两三下干完了 然后拍拍屁股 潇洒的荡走了 宋之恒眸光微闪 轻起薄唇 你倒是慷慨 我善善一笑 都是兄弟 那你哥伸手这么矫健 你怎么恨不得 躺在床上身份发芽 我噎了一瞬 毫无威慑力地瞪了他一眼 宋之恒缓缓勾唇 眼里满是细血的笑意 笑死 宋隐地瞎说什么大实话 猴子 没眼看 我可没这么懒的兄弟 敢说我们带带懒 有本事别吃我们带带的鱼 可是他能抓鱼呀 蓝店怎么了 怎么了 晚上 片上烦心烂漫 您 肩偶尔有些虫名 难得惬意 我和宋之恒都躺在草地上看星星 谁都没有说话 但是气氛意外和谐 这是 猴哥突然在身后大叫 我猛然回头 一条黑蛇正胡适淡淡地盯着宋之恒 直播间弹幕突然暴涨 我靠 那是什么东西 蛇 有花纹的是毒蛇 快跑啊 你俩别发呆了 导演呢 这不会是导演安排的吧 安排的屁 这条蛇一看 就是奔着他们去的 快就人了 回头的瞬间 他猛然冲过来 我眼几手快 将将在原地的宋之恒推开 结果那条蛇瞬间转了方向 朝我冲过来 猛逼肩 脚踝传来刺痛 我被咬了 宋之恒冲过来 脸色在月光下 显得有些苍白 声显有些轻颤 盛呆 你没事吧 那条蛇咬了人之后 又然离开 借着月色能隐约看到他身上的花纹 肩头三角纹 五步蛇 我摇了摇头 应该没事 导演全程跟着直播 自然之道出事了 他连上宋之恒的紧急对讲机 指导他进行急救 他安排救援队进来 他面容严肃 从衣服下摆撕下一块布 给我绑在脚踝上方 只是指尖有些发抖 额角渗出了冷汗 我笑着安慰 嗨 不是我不折吗 只要我一步都不走 我就不会死 无所谓 死了就死了 又不是没死过 他唇角紧敏 瞪了我一眼 背起我就往外走 导演还是留了一手 他准备了一个临时救助点 以防万一 我趴在他肩膀上 久违的熟悉感 令我舒服得愧叹一声 想起了以前其醍醐 其兄弟姐妹 其鳄鱼的时光 出门从不自己走 必须乘坐各种交通工具 宋之恒 你肩膀上好舒服 我以后还能起你步 他身形不可抑制的一晃 随即加快了速度 盛代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颇有些咬牙切齿的意味 我连忙反应过来 还好这回直播暂停 要不然我又得上热搜了 我想了想措辞 凑近他耳边 声音又低又哑 知道了 好耶 我激动的搂紧了他的脖子 奇怪 怎么他的耳尖这么红 我太重了累的 医护人员也及时赶来接应 检查过后 发现那蛇没毒 只是跟五步蛇长得像而已 我舒舒服服的躺在病床上 宋之恒也肉眼可见的放松下来 只是眼神复杂的看着我 薄唇动了动 却始终没有开口 你想说什么直说呗 这里又没有摄像头 他紧紧盯着我 当时为什么要把我推开 明明那条蛇的目标是我 我有些茫然的挠了挠头 只是顺手的事而已 我哪知道那条蛇不仅不跑 还发颠 还要咬我 我思考了两秒 因为你给我烤鱼 你是个好人 宋之恒神情复杂 感动中掺杂着一些 说不清到不明的情绪 第二天 直播照常进行 幸好只是虚惊一场 我就说 节目组不可能这么不谨慎 大家好可怜 妈妈心疼死了 大家都给我女儿投票 她受着伤呢 可不能下水抓鱼了 我投了 我承认我真相了 呜 圣代是个宝藏女孩 不是 影哲就忘记 她之前做过的事了 互联网没有记忆 我有点不相信 之前的黑料了 她下意识救了宋永帝 足以见人品 那是她想攀上人家 可不得作戏 别吵了 宋之恒现在什么情况 她看圣代的眼神 怎么这么不清白 宋之恒确实履行了承诺 不管去哪都背着我 对我无微不至 完美充当了一个 移动交通工具 我非常满意地 拍了拍她的肩膀 凑到她耳边神秘一笑 你对我真好 我要回报你 她耳阔瞬间泛起薄红 垂下眼睫 唇角微微上翘又压下 一副期待又纠结的样子 呵 直播呢 收敛一点 你脸红个泡泡茶壶啊 这俩不对劲 怎么有种背着我们私定终身的感觉 秘书 给我查那个晚上 他们发生了什么 我第一次在清冷宋永帝身上 见识到这么不值钱的表情 什么 我墙头着火了 我疑惑地看了她一眼 收敛什么 我是要去给你抓鱼来着 你吃腻了 她这下是真不自在了 眼神躲闪 没 微博已经沦陷了 热搜前排全是这个求生综艺 热度空前高涨 热搜第一是 警号宋之恒盛代 把求生综艺完成练宗警号这一晚 我们收获了不少CP粉 但是这个CP名就很抽象 叫毒蛇CP 谁家好人这么取名字 导演脸都笑烂了 资本看中了这个节目的热度 大手一挥 但导演又增设了许多隐形摄像机 美其名曰 追求真实 其实就是为了流量 想挖点爆料 来到之前那条河 发现多了一条鳄鱼 宋之恒脸色一变 立马拉着我想离开 我捏住他的手 别怕 这是人工饲养的 那清澈又愚蠢的眼神 跟上辈子咬死我那只鳄鱼一模一样 心愁就恨 我对他默默而逝 足足一分钟 鳄鱼被我犀利的眼神吓退 慢悠悠游到别处去了 我得意回头 发现宋之恒正听着 被我牵住的那只手 耳尖通红 莫名有点甜 仙科为尽 嘿嘿 CT扛大旗 不好意思啊 我善笑着松开 他滴滴N了一声 人工养殖的也有风险 先标去河里 我眉头微皱 刚想反驳 就看到猴哥 蹲在原来的那棵树上 旁边还有香蕉 他像是在等我们过去 我跳上宋之恒的背 眼睛一亮 我就知道猴哥仗义 咱们晚饭有着落了 快去 他无奈地扶住我的腿 稍微用了点力禁锢住 知道了 别乱动 一到树下 猴哥就跳了下来 吃啥呢 给我掰扁 他像是听懂的一样 把一串香蕉递过来 然后挺胸抬头地看着我 那神情就像在说 你快点夸我 我给他竖了个大拇指 猴哥 我没看错你 以后你就是我亲兄弟 他得意地叫了一声 然后又荡走了 宋之恒有些怀疑人声 他真能听懂你在说什么 我也有点骄傲 其实很多动物都是同人性的 你对他好 他也会对你好 确实 我家狗是流浪狗 被我捡回来了 一点也不拆架 之前差点遇到危险 他挡在我面前 死死保护我 我家猫也是 看见我被狗咬 小小一直冲上去跟狗搏斗 所以那些虐待动物的人渣 都去死啊 我们正吃着香蕉 节目组的空头就到了 我不敢置信地 看着心心念念的泡面 这颇天的富贵的 也轮到我们了 宋之恒眼里闪过笑意 瞧你那点出息 一盒泡面就那么高兴 当然高兴 我以前都没吃过 啊 好心疼代代 连泡面都没吃过 楼上 人家是女明星 人家一顿饭动辄上万 还真看不上一盒泡面 还是多心疼一下 那三千月薪的自己吧 就是 都是营销 你们还真信 我管他是不是营销呢 我看着开心 想投票怎么了 反正我对盛代是改观了 反倒是你们吹上天的柳瑶瑶 还跟巨鹰似的 什么事都干不了 只会拖后腿 服了 赞同 当初是谁耍小牌 还说不定呢 没想到才过去两天 柳瑶瑶的口碑就急速下降 他像往常一样 营销自己食指不沾洋春水的形象 但是在求生综艺里 反而适得其反 帐篷是江燕搭的 食物让江燕去找 还让江燕给他烧洗澡水 他主打的就是陪伴 第一天还好 一个愿打一个愿矮 江燕想跟借柳瑶瑶的热度 炒CP 自然愿意顺着他 但是在饿了一天肚子的情况下 江燕的火气也上来了 原因是 他们看到了一只山鸡 江燕让柳瑶瑶在旁边挡着 防止山鸡跑路 江燕追得大汗淋漓 眼看就要追到 只要柳瑶瑶挡着不动就行 结果他尖叫一声 往旁边跑去 山鸡乘鸡跑了 江燕当即失去了表情管理 脸都绿了 瑶瑶 你跑开干嘛 我们都快抓到了 柳瑶瑶柔弱弱的咬着唇 人家害怕嘛 而且那是一条生命 我们吃果子不行吗 江燕嘴角抽出 直接冷脸离开 柳瑶瑶哪能想到 甜果还敢给他甩脸子 当即对着镜头撞白莲花 哎 都是我的错 那个江燕真的一点风度都没有 瑶瑶只是太善良了 她做错了什么 楼上 乐山大佛见了你都自愧不如 非要站起来让你做 当然没人会怪江燕啊 这是求生综艺 不是什么素食主义宣传片 圣母赶紧滚 脑残粉消停点行骂 也万一指望谁帮你 野人吗 江燕已经人之一尽了 哪怕柳瑶瑶的粉丝再多 也比不上这档节目 路人粉的战斗力 大部分都很理智 不会因为脑残言论就一边倒 毕竟是直播 所有人的表现都不会作假 看得出来 有瑶瑶快饿得不行了 狭路相逢 她看到我和宋之恒手上的物资 眼冒绿光 呆呆呀 你们物资这么多 能不能分我们一点 旁边的江燕嘴唇动了动 但看到我们的东西 也没有开口 宋之恒当即冷了脸 不行 给了你们我们吃什么 江燕做出一副为难的姿态 鹏哥 你们就醒醒好吧 我饿点倒是没什么 但是瑶瑶是女孩子 她受不了的 江燕这个时候了 还在为瑶瑶考虑 果然是真爱 磕到了 他们那么多吃的 分江燕和瑶瑶一点怎么了 真是小家子气 那个胡咖不知道卖人情 瑶瑶这么火 愿意跟她要东西吃抬举她 免费让她蹭热度 还不乐意 楼上乃来的道德绑架圣母 没看到呆在脚受伤了吗 宋影帝又是个不中用的 要是把食物让出去 他们吃什么 没错 现在宋之恒还背着我呢 其实脚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只是不想走路而已 柳瑶瑶咬了咬嘴唇 捂着胃坐在地上 一副痛苦的样子 江燕连忙去扶她 满眼都是心疼 都是我没用 瑶瑶 这俩打定主意要碰瓷啊 宋之恒眼底满是冷意 在影帝面前 这俩的演技都不够看的 僵持中 我叹了口气 朝宋之恒使了个眼色 要不把东西给他们吧 我们饿一顿也没什么的 柳瑶瑶和江燕大喜过望 立马站了起来 宋之恒微微醋眉 不行 你的脚受伤了 需要补充营养 柳瑶瑶眼里闪过一丝度议 横哥 你对戴戴真好 不像我做什么 都只能靠自己 江燕在后面脸都绿了 他咬了咬唇 壮丝为难的看向我 实则眼里全是挑衅 戴戴 你腿受伤了 就好好看家吧 让横哥背着你 也不是个事对不对 毕竟横哥又要找食物 又要照顾你 实在是有点为难 以前你在剧组里 大家都照顾你 但这是求生综艺 咱可不能拖后腿啊 呃 浓浓的一副绿茶味 扑面而来 瑶瑶说不对嘛 腿伤了就不要到处跑啊 还连累横宝 干什么都得带着他 楼上 有没有可能 宋志恒不带圣戴的话 根本找不到吃的呢 就是 柳瑶瑶恐怕不知道 前两天都是承戴抓鱼吧 还故意说剧组的事 不就是引导别人往报圣戴 我有密集恐惧症 是真怕这种心严子多的人 我 说的也对 我当即要跳下来 宋志恒大力按了按 不让我乱动 他冷冷地看向柳瑶瑶 不好意思 我们这组的食物 都是圣戴找的 没他的话 我也找不到吃的 所以不存在他拖累我 反而是我需要他 所以食物不能给你们 麻烦你们自力更生 我侧头 看向他精致冷峻的侧脸 心突然开始砰砰跳 宋志恒果然是个好人 我很感动 这俩是真的吧 没人反驳的话 我就要造谣了 我单方面宣布 他们就是真情侣 太甜了 好了 我是月老 给他俩汗死了 不用谢 不是明正局 我自己来了 柳瑶瑶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 他恶狠狠地盯着我 眼里闪过怨毒和不甘 我不计前嫌地 给他们指了一条明路 你也看到了 我们不是故意不给你的 那边有条河 里面的鱼很好抓 你们快去试试吧 说完我们就走了 只剩下一脸菜色的柳瑶瑶和江燕 他们没有办法 只能去河里捞鱼 结果忙活了一个下午 不仅于没捞到 还被突然窜出来的鳄鱼 吓破了胆 弹幕没人心疼 全是嘲笑 晚上猴哥又给我们送一些水果 宋志恒非要去河里捞鱼 想让我的伤快点好 懂了 他不想当我的坐骑了 我没阻拦 反正鳄鱼也不会咬人 只会咬一些可爱的水铜罢了 就在我准备生活的时候 猴哥突然大叫一声 一回头 发现柳瑶瑶和江燕 鬼鬼祟祟地打算跑 地上的食物 已经被他们洗劫一空 我有些震惊 你们干什么 还能抢别人东西的 柳瑶瑶四处看了看 发现没有摄像头后 才露出一抹恶意的笑 盛代 荒野求生没规定 不能抢东西吧 我好生好气跟你要 你不给 我只能抢了 你不会怪我吧 江燕已撕开了温柔假面 冷吼了一声 谁让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呢 活该 我慢吞吞开口 这是直播 你们这么做 不怕他防吗 柳瑶瑶慌乱一瞬 下意识看向四周 随即冷笑了出来 这里又没有摄像头 谁又知道呢 盛代 你不会这么天真想说出去吧 谁会相信你 这么胡心里没点书 你不知道吧 当初就是我找音效号抹黑的你 这么久了 我不是一点事都没有 我烫了口气 我好像没惹过你吧 园主只想演好戏而已 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有无缘无故的恶意呢 柳瑶瑶笑得越发得意扭曲 谁让你挡我路了呢 娱乐圈就是这样 这点道理还不懂 也难怪混不下去 江燕温柔地揽住他 瑶瑶 我们快回去吧 待会宋志恒就回来了 亮他也不敢说 柳瑶瑶收了笑 开口警告 你以为宋志恒是真的护着你 他最讨厌你这种倒贴的女人 逢场做戏吧 你要是敢多嘴 我保证让你在圈里混不下去 放狠话糖就好了 殊不知 这一切都被隐形摄像头直播出来 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柳瑶瑶看着天真温柔 私底下居然是这种百毒心肠的人 所以当初是他造谣圣代 天哪 好恶毒 柳瑶瑶的脑残粉呢 怎么不说话了 五年青春 以脱粉回彩 加一 谁懂啊 被人为了口屎 所以圣代的黑料都是假的 那他故意摔在宋志恒身上那件事呢 什么故意 那天圣代滴血糖 他的工作室都贴出了证据 江燕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屈炎富士 偏要立偏偏公子的人设 哦 只能说渣男贱女 天生一对 真的好心疼盛代 自从经纪人帮我澄清红毯事件后 评论区全是道歉的 观众的怒意达到了顶峰 柳瑶瑶和江燕的微博被骂瘫痪 他经纪人焦头烂额 想让导演停止直播 但是资本哪能放过这个热度 直接拿出当初签的合同敷衍过去 这下他们终于束手无策 公司也决定放弃柳瑶瑶和江燕 他们还不知道 节目结束之后 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 猴哥跳到了我旁边 像是在安慰我 我揉了揉他的头 没事 我再去抓鱼就好 真的好心疼 都给代代投票 不用担心 代代的票数已经断成第一 不会让他饿肚子的 有一说一 他情绪真的好稳定 想抓来当我妈 他那半死不活的样子 简直跟我一模一样 我本来是黑粉的 都不好意思骂他了 现在谁敢骂我们代代 我跟他拼了 我无欲无求地坐下 后知后觉意识到 这好像不是我一个人的口粮 我饿一顿没关系 总不能连累宋志恒吧 而且他肯定抓不到鱼 哎猴哥 带我去找他们吧 我去把食物要回来 猴哥很给力 在树上荡来荡去 很快带我找到了他俩的位置 他一脚踹在江燕身上 扒在他身上 他怕给他扇了几个大嘴巴 江燕脸都被扇红了 咬牙切齿的抵抗 哪来的死猴子 给我滚 柳瑶瑶待在原地 我乘积上去 一把抢过食物 拿来吧你 盛代 你这贱人 他眼睛都漆红了 狠狠扯过我的头发 想挠花我的脸 我弯腰对着他屁股 狠狠狠 他吓哭了 拽着我的头发转圈 不是 明星掐架 这是不付费就能看的吗 盛代在干嘛 小馋猫 怎么什么都吃 你们别打了啦 要打去舞蹈是打 在鸡飞狗跳的场面中 一只老虎 湿湿然走了过来 眼里满是好奇和愚蠢 啊 有老虎 江燕救我 柳瑶瑶两眼一白 差点晕死过去 但是江燕咬了咬牙 也顾不上身上的猴子 掉头就跑 柳瑶瑶不可置信地 看着江燕的背影 我幸灾乐祸 你的男朋友不要你咯 他转过头 恶狠狠地盯着我 嘴角掀起一抹诡异的笑 盛代 你去死吧 说完 他猛地把我推向老虎 自己头也不回地跑了 弹幕已经炸了 柳瑶瑶这是杀人啊 没能想到 镜头前天真烂漫的姑娘 竟然是这种蛇蟹心肠呢 我再也不相信那鱼了 妈妈我害怕 抵制柳瑶瑶 钱在杀人犯啊 我一言难尽地 看着面前跟我对视的老虎 他的眼神 跟洞园里的老虎大哥 如出一辙的清澈 他朝我走过来 我下意识退了一步 结果他躺在地上 开始翻肚皮撒娇 眼里写满了 快来撸我 盛代 我听到了宋志恒的声音 心情一下子雀跃起来 我在这里 他看到我和老虎待在一起 瞳孔皱缩 脸色发白 想也没想 就冲过来一把抱着我 往远处跑 陈楚秋和周刘远也在 他们看到我没事后 齐齐松了口气 那只老虎看到没人撸他 鼻子里喷出一口气 尾巴一甩 傲娇地离开了 盛代 你怎么在这 我们都被吓死了 陈楚秋担忧地看着我 面含关切 是啊 宋志恒都快紧张死了 周刘远略带调侃 我这才注意到 宋志恒身上被汗水浸透 碎发凌乱地散在额浅 他脸色紧绷 眼里慌乱未退 一双手还在微微颤抖 我抿了抿唇 没事 就是食物被别人抢了 我过来追他们 陈楚秋和周刘远脸色一变 互相对视一眼 这个别人 大家都知道在说谁 心照不宣罢了 宋志恒却被气笑了 平时一步路都懒得走 现在倒是跑这么远 你真是出息了 我突然就感到满腹委屈 眼睛不受控制的红浪 我不是怕你没饭吃吗 宋志恒愣了一瞬 冷淡的表情 瞬间变得不知所措 他一开视线轻壳了一声 我不是去抓鱼了 我抽抽叶叶 那你又抓不到 宋志恒 吐 我回头看过去 陈楚秋和周刘远 瞬间抬头看天 今天月亮真不错 对呀 星星也很漂亮 哪来的星星月亮 今天不是阴天吗 刚说完 天上就下起了雨 大颗大颗砸在脸上 周刘远脸色一变 坏了 这雨看起来要下很久 我们的帐篷应该撑不住 陈楚秋也一脸严肃 他们是在一个小山坡搭的帐篷 暴雨来了 很容易被冲走 我看向宋志恒 他点点头 要不 你们不嫌弃的话 跟我们积极吧 我们在山洞里 应该比较安全 陈楚秋脸色一亮 那谢谢你们 使关生命 我们就不客气了 周刘远也轻轻汗手 对我们道了声谢 宋志恒半蹲在我面前 声音淡淡 上来 我突然心里就有些补 变成人之后 我觉得自己变得很情绪化 总会被很多陌生的感觉营绕 我绕开他往前走 不用了 我脚好的差不多了 不麻烦你 还没走几步 就被他打横抱起来 黑得幽深的眸子 紧紧盯着我 我下意识揽住他的脖子 他唇角微眠 声音又低又轻 对不起 刚刚不该凶你 以后不会了 别生气了好不好 我不自在地一开眼 没生气 放我下来 宋志恒一本正经地说 那不行 说好了以后 都被你出门 不能食言 陈楚秋和周刘远 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们 一脸吃瓜笑 既然你不喜欢背 那就抱吧 别动了 雨下大了 危险 我瞬间有些僵硬 但也不敢乱动了 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 眼里满是温柔 如果这都不算爱 真的配我一脸啊 看宋志恒那不值钱的样子 嘖嘖 我不允许横宝谈恋爱 如果对象是圣代的话 那当我没说 楼上 我四十里的大刀 差点没收住 这场雨真的下了一个晚上 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 陈楚秋有些担忧 江燕和柳瑶瑶没事吧 虽然大家都讨厌他俩 但是毕竟是两条人命 宋志恒淡淡开口 导演组不会放着不管的 不要操心 话音刚落 猴哥的叫声传来 他跑了进来 身上的毛都被淋湿了 紧随其后的 就是凌晨落汤鸡 一脸狼狈的柳瑶瑶和江燕 他看到我好端端地坐在这 瞳孔紧缩一瞬 随即善笑着说 我们的帐篷被淹了 能在你们这赞助一晚吗 他可怜兮兮地看着宋志恒 而他的眼神冷得可怕 吓得柳瑶瑶打又哆嗦 他看向我有些咬牙切齿 黛黛 你不会不答应吧 我没打算惯着他 大不了就退圈 不答应你不是也进来了 柳瑶瑶一叶 随即咬咬唇 黛黛 是我哪里惹你不高兴了吗 陈楚秋吃笑了一声 你被人推给老虎能高兴 他脸上毫无血色 嘴唇哆嗦 却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 真期待他知道真相的样子 柳瑶瑶是我见过最恶毒的女人了 要是没有隐形摄像头 盛代肯定又会被他抹黑 太可恶了 一想到我粉了这个蛇蟹女五年 我就吃不下饭 请这种毒瘤滚出娱乐圈 江燕找了个角落 有些心虚的叫柳瑶瑶 瑶瑶 先休息吧 柳瑶瑶暗自瞪了我一眼 随即走开了 谁也没有跟他们搭话 只把他们当空气 最后一天 天气晴朗 难得的好天气 值得高兴的是 从我受伤之后 我们每天都是投票第一 再也没有喂吃的发过愁 导演组突然良心发现 最后一天 给我们送来一头烤羊 和赞助商的罐装鸡尾酒 他隔着无人机喊话 好好享受你们最后的晚餐吧 他要杀人灭口 众人都是一脸无语的表情 陈楚秋看到我猛逼的样子 忍不住笑出了声 代代别怕 导演就这个德行 哦 一个下午 他都坐在我旁边 往我头上擂橘子 眼里满是惊叹 代代你好稳啊 我啃着面包一动不动 另一边的周刘远 看着孩子气得陈楚秋 笑意温柔 圣代有点像水豚 情绪非常稳定 没错 就是水豚 圣代那半死不活的样子 跟水豚一模一样 越看越像 他不会水豚转世吧 圣代养不了 那我能养一只水豚吗 楼上挺行的 我意外地看了他一眼 居然真像了 不愧是歌坛霸王 就是能透过现象看本质 我忍不住给他竖了个大拇指 就在他一头雾水的时候 宋之恒不动声色地挤了进来 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他嘴角微微上扬 看上去非常友善 但我却无端感受到一丝低气压 周刘远了然一笑 随即看着天上的云 其实我来这个节目 是想追求一个人 陈楚秋手一抖 橘子全部掉了下来 他面容有些僵硬和不自在 圣代 宋之 横猛地看向他 手指被他攥得发白 手背上清金球起 周刘远继续不慌不忙地开口 你能帮我跟你右手边那位转告一声吗 我下意识接话 转告什么 我喜欢他 我缓缓转过头 猛猛地看着脸颊发红的陈楚秋说 我喜欢他 周刘远 陈楚秋 紧张的气氛瞬间消失殆尽 宋之恒缓缓松开了手 又恢复成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我靠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是修罗场 你看宋之恒那副样子 感觉他马上就要揍人了 周刘远和陈楚秋 他俩也没什么交集呀 什么时候暧昧上的 听到没 我楼上姐提出了疑问 秘书快去查 盛代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笑死我了 周刘远走过去 朝陈楚秋伸出了手 能跟我过来一下吗 他轻轻拧唇 还是把手搭了上去 现场只剩下我和宋之恒 一回头发现 他正专注地看着我 黑眸中阴晕着说不清的温柔 我嘎笑一声 他俩感情真好 那我们呢 他意味不明地接了一句 都好都好 说完我落荒而逃 生怕雷鼓般的心跳被他听到 晚上 勾火羊排晚餐正式开始 柳瑶瑶和江燕 愿毒地坐在角落 没人搭理他们 自从周刘远和陈楚秋出去那一趟 他们之间的气氛 就变得暧昧缠绵 比如现在 陈楚秋给周刘远加了一块羊排 周刘远就着他的筷子吃了 他瞪大了眼睛 随即整张脸都红了 他们之间的相处 自然又甜蜜 为他们吸了一大波CP粉 好甜好甜 周刘远竟然当着我们的面告白 我何德何能 原来他俩是青梅竹马 所以这是一档恋宗 对吧对吧 那倒也不是 毕竟柳瑶瑶和江燕 还在兢兢业业荒倒求生 楼上你把笋夺完了 大熊猫怎么办 我一晚上都在喝节目组给的鸡尾酒 各种口味的都尝了一遍 以前哪能喝到这种好东西 只能流着口水 看饲养员显白 意识模糊间 耳边传来一声又低又浅犬的叹息 随即身体腾空 我下意识勾住了什么 冰冰凉凉的 像是木头庄子 我把脸贴上了上去 愧叹一声 好舒服 随后沉沉睡去 丝毫没有发现 把我抱起来的某人 身体垫里有多酱硬 他猴结冻了 盛代好会聊 这还不结婚 谁懂啊 我激动的想去操场跑500圈 感谢这个节目 让我们看到横宝这一面 之前一度以为他喜欢男人 笑死 因为他看谁都是 一脸性冷淡的样子 感谢盛代加一 为期一个星期的求生综艺 终于圆满结束 大家都挺圆满的 除了柳瑶瑶和江燕 我和宋志恒 获得了人气冠军 奖品是一对戒指 导演颁奖的时候 笑得一脸鸡贼 请两位冠军为对方戴戒指 宋志恒轻咳一声 演出了眼底的淡淡笑语 他牵过我的手 戒指像是定做般 严丝合缝的弃合我的钟指 恭喜你 低沉的嗓音略过耳阔 带来一丝苏码 我忍着陌生的情绪 照葫芦画瓢的帮他戴上 他的手心灼热 我像是被烫到般 立马松开 不敢再看他 而宋志恒始终带着愉悦的笑语 经纪人来接我的时候 满面冲锋 带呀 你总算是熬出头了 邀约我的回不过来了 你可太争气了宝贝 那个柳瑶瑶以前做的那些事 都被爆出来了 现在是过街老鼠 不仅被封杀 还面临天价为约金 哎 自作孽不可活 江燕名声也臭了 估计要被雪藏了 我闽唇不语 自己做的事 自然要自己承担 晚上做了一个梦 园主笑着对我说 谢谢你 我没有遗憾了 我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很好 也希望你能幸福 他真的很善良美好 醒来的时候 我叹了口气 原本以为这档节目 能让我退出娱乐圈摆烂 谁能想到竟然红了 果然我卡皮巴拉 就是天生的明星 给自己点个赞 在一个导演的饭局上 再次见到了宋志恒 距离上次见面 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上洗手间出来的时候 他拦住我 眼神忧怨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啊 我连忙调出通讯路 除了经纪人 只有一个陌生号码 还被我拉黑了 不好意思 我以为是四生饭 就拉黑了 谁家好人会天天发早安晚安短信 还没天一个电话的 不知道现在有种通信方式叫微信 宋志恒深吸一口气 眼神变得有些凶狠 咬牙切齿的 拉出黑名单 给我备注 哦 吃完饭我送你 不 还没说完 他就转身离开了 经纪人知道 是宋志恒送我回去 脸都笑烂了 但呀 公司没有限制你谈恋爱 但是谈他要跟我说一声哦 说完就立马开着车扬长而去 生怕我追上似的 这时 一件带着清香的外套搭在了我身上 还带着宋志恒的体温 他摸了摸我的头 嘴角带着浅浅笑意 别看了 走吧 我滴滴N了一声 不敢再对上他有些炙热的视线 到了家之后 他抵住了门 嗓音有些哑 不请我喝杯茶 大晚上喝什么茶 我拉开冰箱 只有酒 喝嘛 他的眼神瞬间变得幽深 薄唇清奇 哼 我们边喝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都是他没话找话 不知不觉 我又睡了过去 半夜 我从沙发上坐起来 半梦半醒间 以为自己还是水魂 脚下似乎有只鳄鱼 我下意识踩了上去 然后听见闷哼一声 吓得我重心不稳 即将和地板来个亲密接触 一双大手将我揽住 我趴到了一个温热的胸膛上 这些完全清醒了 黑暗中 宋志恒的眸中闪烁着危险的暗光 黛黛 你喜欢完这种 我轻微挣扎 却被他禁锢得更紧 他的呼吸洒在我的软廓上 一种奇异的感觉 涌变全身 我僵硬道 我刚刚以为在做梦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他嘀嘀笑了一声 带着蛊惑的意味 还记得我答应以后出门都背着你吗 嗯 这个承诺 我不想终止在综艺里 我想延续一辈子 可以吗 我大脑有些当机 什么意思 他顿了几秒 低雅的声音 带着从未有过的真诚和坚定 意思就是 我喜欢你 你那叫心动 你喜欢他眼睫骤然颤了颤 我不再躲避 定定看着他 我愿意 不需要瞻前顾后 想做什么就去做 随心就好 想明白这一点 我缓缓笑开了 宋志恒 我也喜欢你 一个热烈的吻封住了我的唇 他又急又凶 像是释放某种汹涌的情绪 我闭上了眼 做人 似乎也不错 第二天 微博又瘫痪了 宋志恒直接官宣了 晒出我们 带着冠军戒指牵手的照片 他离了我连路都不想走 除了在一起 还能怎么办呢 浓浓的嘚瑟意味 让众人酸得牙痒痒 底下评论 当初是谁一脸冷淡 拒人于千里之外 夺妻之仇 不共戴天 原来你还有两副面孔呢 我的毒蛇 CP是真的 代表江城人民 巴赖赫殿 盛代只是把你当做棋而已 他最爱的还是我 楼上几个菜呀 喝成这样 宋志恒看着别人酸溜溜的评论 嘴角的笑意就没下来过 我好笑的看着他 你几岁呀 他错过来 代代 有人说你把我当做棋 我偏过头心虚的咳了一声 他危险的瞇了你一眼 看来是真的 不过没关系 我愿意给你当一辈子做棋 所以 今天继续吧 我 连窗外的月亮都无语的 躲进了云层里 视野轻轻摇晃 所及之处一片美好 全文完